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俄罗斯攻陷了亚速钢铁厂,取下整个马里乌波尔市,沃克兰的南部战线全面崩塌 另外想讲讲,美国媒体《京国解放军》开始赶制迷你版的055大型驱逐艦,中国未来似乎会采出一种南海战术,用大量这些迷你055守护整个太平洋 外国媒体总是低调报导一些对沃克兰军情不利的消息,近期最突出的是亚速燃武装分子在亚速钢铁厂全面投降,俄罗斯收护了亚速钢铁厂,等于收护整个马里乌波尔市,封锁了沃克兰南部的出海口 据俄新社报道,5月17日,有多两大巴驶离亚速钢铁厂,这些大巴上面,据证装有投降的亚速钢铁厂武装分子 在装合车的陪同之下,这些大巴开去俄军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奥列尼夫卡 俄罗斯将对这些投降的乌方武装人员进行审问,顿涅茨克的指不官话 当日预计,接收亚速钢铁厂的投降人员,数量大约有1000人 沃克兰总统扎连斯基就在17日晚的讲话里面说 亚速钢铁厂的撤离行动仍然继续,他称这些撤离的武装人员为英雄 其实我觉得,投降就是投降了,投降人员怎样看,他们都不是英雄 亚速营是沃克兰的民间武装,极度反俄,他们的大本营就在南部城市 马里乌波尔,而过去他们在沃克兰东部就协作镇压当地的反政府 亲俄罗斯的武装,普京的直指控,亚速营在沃东杀害了17000人 所以他才要出兵沃克兰,但是沃克兰政府就否认有这件事 俄新社就说,这部分亚速钢铁厂投降人员就会接受俄罗斯联邦政策委员的询问 作为对沃南政府罪行的调查的一部分,政策人员将会确定 这些民族主义者的身份,检查他们是否参与了针对平民的犯罪 并且会将审讯期间莫德的信息,和刑事案件中的档案的其他数据进行比较 而克兰沃南公就说,俄罗斯总装普京会亲自保证 这些投降人员会受到人道待遇,和按照国际标准的对待 另外,沃南官员就说,可以用俄罗斯的战俘将这些人换回来 《纽约时报》当天就发文说,沃南在马里乌波尔完成了作战任务 沃南士兵被撤离,这个标志着亚速钢铁厂的战斗结束 不过,从俄罗斯常驻联合国第一副代表波利洋斯基转返约时报推特的时候 我不知道英文可以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同一个信息 这个信息就是,亚速型分子无条件投降了 其实俄罗斯收复亚速钢铁厂,收复整个马里乌波尔市,意义重大 马里乌波尔市位于沃南南部,亚速海北岸,是乌军的要塞 俄罗斯为了攻陷这个港口城市,已经努力了接近三个月 马里乌波尔市被俄罗斯占据之后,俄罗斯已经完全控制了 沃南80%以上的黑海海岸线,从而撤断沃南的海上贸易 美国之音也认为,占领这个城市将利莫斯科在乌冬地区 和南部克利米亚半岛之间打通一条完全连接的陆上通道 而澳洲的悉尼仙区陈报也说过,如果马里乌波尔市沦陷 这个将是俄罗斯这场战争中,连根为止最大的战利品 而俄国媒体就说了,几乎当局,是马里乌波尔市 为乌克兰的斯大林格纳,试图将俄军长期拖着去那里 进来令它成为整个战争的转裂点 而那个地方的重要性还在于,一旦它陷落 乌克兰政府军在南部的其他战线也可能会崩塌 另外也想说说解放军的迷你版055驱逐舰 中国是以所谓下饺子的方式,好像做饺子一只一只落水 大量建造05型万吨级驱逐舰 由于05大区突破了大型舰艇的总体设计 信息集成等一系列的关键技术,装备有新型的防空 反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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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进武器 比美国的同类驱逐舰更加先进,早已令美国十分注意 但美国媒体最近把注意力就抬向解放军一种 迷你055的护卫舰,美媒Insider就说了 中国海军似乎正在打算建造新型的大型护卫舰 这种护卫舰相比054A护卫舰具有更大的体积和更快速度 同时作用了诸多格新生的设计,搭载了新式的艦载雷达,性能强大 篇文章将它称为迷你的055 Insider说,美国从中国使用钢材留意到这个新发展 早已三月份,为了中国南部的造船厂 就发布了用于军用船体的超高强度特种钢 CCSB极扣钢板的公开招标文件 交付日期就在5月20日 因此,美国的专家一致猜测解放军造船厂 落单订购大量高强度特种钢的目的 和建造新型的护卫舰有关 因为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属下的南部造船厂 曾经建造054系列的护卫舰和056系列的护卫舰 不过目前不清楚,那个船厂将订购了几多吨 CCSB的结构钢板 美国媒体说,原来解放军海军 已经有32艘054系列的护卫舰 已经全面入列中海军 后组还有一艘即将入列 四艘试航,两艘下水和五艘船部总装 可见中国海军的054系列的护卫舰总数 将会突破50艘 但是054A型的护卫舰面临不少问题 随着中国航母編队抗军 054A型的缺点就逐渐显然了 护卫舰顾名思义是作护卫用途 早在19世纪的帆船时代已经产生 作为沿岸防卫和辅助大型船舱之用 现在的护卫舰是搭载轻武器的舰艇 一般的排水量只有1000至2000吨 而054A型护卫舰排水量4000吨 它在航母打击群当中 用作保护母舰 发挥着关键的反潜 和防止空中折击的作用 但是054A的固有缺陷 已令它不太适合作为航母舰队的围舰 054A的最大速度只有27折 和航母052、055大区的30折 甚至以上的速度有不少的差距 而且054A的垂直发射系统 和舰载大型的有缘上控阵雷达的性能 亦都逐渐过时 除了反潜量防空之外 它的其他作战性能 浮善可塵 而在动荡的全球架构当中 解放军海军面临更多新的挑战 因此解放军必须推出新的护卫舰 而南部造船厂不单只发布了大量高强度特种降定单的消息 发布的招标档还包括各种军用设施的采购 把这些要素综合在一起 就已经说明 美媒认定054B型卫舰的开工已经确定了 相比起054A 054B的护卫舰是彻底底的大变身 美媒说它实际上是一手迷里型的05驱逐舰 054B的满载排水量将会超过6000吨 和现在服役的052C驱逐舰是同一个水准 最对远超传统意义的护卫舰 也比054A护卫舰的4000吨排水量高很多 054B的研制、开发、整合工作 引进了055型大型导弹驱逐舰首创的很多方法 注重综合作战能力 就和054A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大幅提升了软洋式航性和软洋作战能力 强调侦查、攻防、指挥一体化 054B大型飞舰相较于054A的最大改进 就换装了综合电力推进系统 和055型导弹驱逐舰相似的侦查通讯导抗一体化 它的集成射频系统 将鲜达和其他电子设备集成一体 引伸性能更强 值得一提的是 网上也疑似曝光了054B的集成危险方案和试验鲜达 而054B也是中国海军真正以上第一种用全电力推动的主力水面作战舰 而被人救病的小垂直发射系统 也都可能会换成055型大区通用的 850mm垂直发射32单元的系统 可以提升054B的多用途打击能力 例如搭载高枪速反舰导弹 以及远程防空导弹 一个巡航导弹 在作战用途上 就会比054A优胜很多 054B的主要探测雷达 就会换成背靠背的双面有缘双控阵雷达 具有强大的防空能力 而且由于054B的舰体 相比054A大了50% 飾航性都会提高很多 更能适合远洋航行 054B可能配备两个直升机机库 搭载两架直9或者一架直20反潜直升机 着重于提升反潜作战能力 当然054B虽然采取了不少新技术 但是由于其他军舰的实践和大规模应用 就大大降低了它的建造成本 所以它的单价不会太贵 一艘054B的单价可能只是3亿美元左右 如果解放空海军订购更多这个型的舰艇 这样的单价还会进一步下降 从一系列的消息来看 054B的建造 差不多是板上钉钉的事 这个同时也是美媒表述的看法 而建成服役之后的054B 除了成为航母打击群的一员之外 还会继续下放到驱逐艦支队 承担作战任务 借使美国海军新发展的星座级卫舰 可能就要面对一个强有力的同级对手 熟优熟劣到时真的要比个才知了 说到这里可以有两个总结 第一,中国军舰有重大的城管优势 刚刚说到美国星座级的卫舰 预估成本是11亿美元 而中国的055大区 估计造价最高都是8.8亿美元 而054B的单价就只是3亿美元 而054B的战力就和美国星座级卫舰相弱 即是说中国差不多用四分之一价钱打造军舰 和美国的同级军舰竞争 长久下去美国效率低下是很难跟中国争的 第二,台海战役不用用太多航母 有人以为大陆打台湾所以要大建航母 其实台湾和大陆这么近 大陆的战机可以直飞台湾 导弹也可以直接打过去 作为远程投射军力的航母作用有限 主要用两个航母战斗群 一南一北封着两边 就可以阻止美军增援 如今这种054B卫舰 等于迷你的055大区生产成本 更加不够055大区的一半 那就可以大量地下饺子生产 可以大大提升中国海军的战斗力 可以想象五年十年之后 国家派出大量这种迷你055大区 整个海都是这种战艦 过去中国有人海战术 未来就可以有一种南海战术了 可以用它来守护太平洋 不要说台湾了 美国都可能对付中国了